富贵密码 名门家训 犹太人的至尊家族 罗斯柴尔德家族教育子女的实训 家训是家庭对子孙立身处是持家置业的教会 家训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个人的教养原则都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 家训之外 其他名称还有 家界 家会 家约 一命 家规 家教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世界上最为富有的家族 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富有的家族 家族财富分布在众多继承人手中 如今已涵盖极为广泛的领域 包括金融服务、地产、矿业、能源、混合农业、酿酒和非盈利机构 成功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密码 可以从家庭教育入手 了解其核心传承基因 名门家训 犹太人的至尊家族 罗斯柴尔德家族教育子女的实训 以此献给那些希望子女们能够团结一致 共同成为富翁的父母们 一、重视兄弟间和睦与家族间团结的传统 二、不追求金钱 追求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教育子女拥有正确的金钱观 四、信息就等于金钱 从小开始重视信息的重要性 五、世代相传 收集情报信息的传统 六、警惕过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思想倾向 七、坚持不是儿子就不参与经营的原则 八、不忘促使五兄弟和解的五支弓箭的教训 九、世代保持捐赠的慈善传统 十、犹太人之间互帮互助 共同发展事业 播报完毕 谢谢收看 谢谢收看核导电视